联邦执法机构目前正对1月6日冲击国会山庄的嫌疑人快马加鞭进行调查执法 目前已有400多名嫌疑人进行了逮捕或者立案调查 虽然新任总统拜登呼吁分裂对立的社会走向团结与包容 但国会暴动的余波震荡从国会领袖到州与地方 乃至普通民众对立的氛围并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月6日国会山庄暴乱的画面仍然让大众心有余悸 在暴动的前一晚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全国总部附近都被放置了两枚炸弹 联邦调查局周五发布了嫌疑人照片 将嫌疑犯的鞋子识别为黄色黑色和灰色的Nike并附有照片 当局再次提高了悬赏金额凸显了司法机构对此谜团调查的迫切性 此外联邦执法机构也加紧对当天冲入国会的报名进行执法 华府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豪威尔称报名行为是对美国民主的攻击 并裁定那位进入议长佩洛西办公室 将脚放在桌面上的男子需关进监狱等候审判 当天在暴乱中最抓人眼球的牛角人自称匿名者巫师的男子钱斯利 被捕后遭六项联邦罪被起诉 面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他的律师对媒体表示 钱斯利听从了当时总统特朗普召唤而参加国会暴动 他愿前往参议院的弹劾听证会作证 虽然联邦执法机构已于六日对国会的冲击定性 国会也证据此一事件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第二次弹劾 但国会暴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暴力 不仅没有使国会的参众议员们放下旗舰翻篇向前 反而一直在侵蚀联邦立法者之间的信任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 敌人就在内部 部分民主党议员要求对某些支持特朗普 推翻选举结果的议员追究责任 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在寻程 支持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议员 共和党在众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28日还前往佛罗里达州与特朗普会面 布局2022年的中期选举 以期夺回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 Politico新闻网描述众院的气氛时指 一些众议院议员私下拒绝相互合作 其他人则害怕在同一房间 还有两名成员几乎在地板上打了一场 而在一些关键摇摆州 特朗普的支持者要求对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共和党众议员 进行罢免 并以积极展开竞选布局 要把支持拜登胜选的州长及州务卿给选下来 拜登就任新总统不到10天 为遏制新冠疫情并应对国家的各项危机 至今签下了40多份行政命令 但西维珍尼亚总检察长莫里希 28日联合了6个共和党州的检察长 致信拜登 提醒总统谨守联邦及州的权力分计 反对联邦政府过度扩张否则法庭上见 由此看来 拜登总统的疗伤团结之路曲折而漫长 天下卫视洛杉矶编辑报道